好 这个在图书馆开心借了书 但是因为忘了在最后的极限还书 因此让自己之后的借书全线受损 那可就不得偿失了 台东图书馆要提醒民众 借还书的相关规定 避免自己和他人的全线受损 想必很多人到图书馆开心借了书 但容易忘记归还日到底是什么时候 尤其是一次借约比较多本的民众 可能容易发生这种状况 台东图书馆要提醒民众 借还书的相关规定 避免自己的权限受损 台东限制图书馆呢 一次民众可以一次借约12本书 然后规管的借期是以28天为原则 那因为现在是遇到疫情的阶段 所以我们会宽限 就是到期日 然后再宽限一个星期 让民众来还书的时候呢 我们欢迎鼓励民众 就以24小时 你不管什么时候 这个都是开放让民众自由的 一个还书的一个机制设备 让民众自助还书 虽然图书馆因为疫情 还租到期日有再宽限一个礼拜 不过还是希望民众可以在到期日前 记得把书归还 避免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记得陈安如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pod喔 谢谢大家